不打游戏,不吹逼,不是娘炮,就是鸡,大家好,欢迎来到喷打秀,我是喷子,小剑 最近寒假来临,我们节目组也放了一个小假,停更了一周,各位不好意思哈 最近呢,进入RTR春季赛,欢仁即时备受关注的王朝QJ和皇族不负众望 连斩数名老牌强队被封为今年春季赛的夺冠热门 不过,我们今天不要喷这些小线肉,毕竟电竞的魅力啊,就在于这是属于竞争的战场 我也很开心能看到RTR的赛场上又有一批新鲜血液的注入,让这个赛区更加活力四射 那么,我们今天要谈谈谁呢,那就是电竞爱因斯坦,God win This war, no have one thing, if I kill, don't know the结局 If have, you can play it to tell他爸爸,thank you 这位前RTR冠军中单啊,被称为21世纪电竞界的科学巨人 在2015年S5职业赛场上,以一发黄金反向Q震惊事件 这一发反向Q无意间发现了地球是圆的这伟大理论 并且这一发Q还突破了时间与空间定律 先是打破了空间法则,突破电脑屏幕 然后打破了时间法则,从10月3日的小组赛 设向了10月31日的总决赛赛场 话说那一年,God win还被称作是尾神 而不是维鲁斯的那年,S5总决赛时 菲克尔大猫王准备灯牌比赛时 突然感觉到前方传来一阵圣人的杀气 凭借家住马瑞隔壁担任老王多年的经验 他这时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哎呀,好可惜啊 大卫生这发Q续谋了这么久都空了 菲克尔这个走位有点无解啊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哎呀 反向Q失败后 God win勤学苦练精益求心 势必要单杀一次菲克尔来爆这个血仇 为了励志 于是今年在RPR春季赛的赛场上 再一次练就了反向R大法 反向E秘技 带极其反向QWER加倍动 练就反向无极神功后 便可再一次的灯杀菲克尔大魔王 扬名立万了 扯肚子上瘾了是吧 啊,说正事 呃,好吧,不扯了 今年RPR赛季可谓是心旅的天下 一些老牌强旅 比如EDJ,老干爹,OMG 近些天打的是各种艰难 我们今天做这期的主题呢 就是想就着选手害怕背锅 怕被黑 职业赛场上打了各种吻 好吧,就是各种怂 来谈谈 为什么又要鞭尸伟神呢 是因为最近各位也看到了 伟神当年成名就在于 他打法激性 敢拼敢浪,自信满满 在新人时期 就敢在国内一线中单面前秀操作 也正因为这种自信的性格 让他骄傲膨胀 在S5赤下了自负的恶果 可今年呢 自信的尾神不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稳的一逼的 见人就闪的尾神 这样的尾神 还是尾神吗 纵观职业赛场 哪一个选手在成名之后 没有几个黑历史的 真的没必要把这些网友的 恶搞梗太当回事 大家呢就当个娱乐 只是你自己太认真而已 你看 大哥,小散,灵要推议师 也都会自嘲自己的黑历史 什么散大屌啦 旋转木马 光头药啊 你想开了不就发现 这一切都没什么吗 是吧 即使你战绩再好 网友也会没事 拿这些黑历史来玩 并非是在攻击你 只是舆论心有时候太重了 又没什么恶意 对吧 人黄Sky当年还被称作 神仙道选手Sky呢 不也没影响人家的水平吗 对不对 打好你自己的 旁人怎么说没关系 要知道当年的尾神哈 可没这么怂呢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